I Can Girl 会计妹特备节目 香港会计师公会选举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会计妹和大家报导一下 会计师公会选举的状况 本来想和大家做一介绍一下 各候选人 但时间关系 先笼统介绍一下大体情况 之前已经和各位说过 各个阵营的立场和局势 今集我会从各候选人背景分析一下 包括五大、中小企、 商界会计师等方面 首先是拥有五大背景的候选人 有现任PWC的方韻圈 Deloy的欧振兴 BDO的江志胶 曾任EY及Deloy十几年的潘文思怡 和曾任KPMG几年的张鹤欣 至于业界中小企的候选人 有各位会计师事务所主席郑中正 远景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林志远 业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人潘文思怡 及个副浩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董事 盧卓邦 第三个界别 属于商界会计师的候选人 有前银行家的位置坚 港灯财务总监黄建文 曾任及现任上市公司非执行董事 CFO等职位的潘文思怡 现任上市公司公司秘书的欧己伦 及曾任HSBC及DBS等银行的张鹤欣 最后妙亮律师及龙佩兰院长 并未有归纳在以上三类中 下一集我们将会做更深入的分析 多谢大家 拜拜 好开心啊 突破了150位了 我会计妹是全球VTuber排行榜 已经突破了150位了 根据排行榜 我在非日本VTuber中排第五 在大中华区VTuber中排第一 实在可起可好 最后好多谢大家那么喜欢我 我会继续努力的啦